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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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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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 尾手 钢签等冷兵器相互攻击 并在同年7月 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各种冷兵器的很大规模 战友们 出发 炮事 火光 爆炸 整个一个城市全部在战争当中 车顶上架出机枪 车上带出钢轨的很多人 就一对一对的出现大战场 开往前线 很多楼房都就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的 那杨家们全部没有好帮子 要不就是光架子 要不都烧掉的 面对着战火硝烟 习近生没有恐惧 只有更加炙热的革命好情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时已加入815派的父亲 和一直支持自己投生革命的母亲 却一反常态的坚决反对他参加武斗 并到学校把他强行带回了家中 还愤怒 他死死拉着我皮带 我全就不让我走 一天扭着我 一步不离开 还想出去打仗 为什么呢 好像就觉得应该去参加 因为当时我们的那个宣传的以前的英雄 他都错过了机会 这次终于有机会了 那会儿你想到过可能会死吗 如果出去 对死我没有畏惧 好像对生命不会很无所谓 他也不知道死的工具 就这样 习庆生成了革命的一个旁观者 在沮丧和分门中慢慢走进了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日子 1967年8月初夏旬 815派和反倒地派在杨家平地区爆发大国际战 西家很快就成了双方厮杀的前缘阵地 动用了坦克 打炮 都往那山上攻击我们都看到 当时从大的301一次就打死十几个 我们单位上的一个儿子 在那次上都被打死 我们刚刚是两派的交接点 为了躲避战火 附近的百姓纷纷逃离家园 武斗爆发后 习庆生的三个弟妹就转移到了重刚的亲戚家 家里只有他和一个弟弟陪母亲留守 8月24日上午 其家母亲带着两个儿子 也匆匆地离开了家 毁入了套两个人群 带着家里的户口 带着家里面可能都带走的 比较稍微重要的 他认为重要的东西 还有另外带着家里为了两只老母亲 抱着老母亲 就往亲戚家走 因为当时在打仗吧都害怕 所以我母亲和我们都有意识的 都穿着白颜色的衣服 我母亲穿着白颜色的海上 我也穿着白的背心 我弟弟也是穿着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呢就是让双方的人知道 我们是逃乱的老背心 我们不是武斗人员 因为怕了误会 所以我们就这样 拿着包抱着老母鸡 逃乱 当时路上逃乱的人很多很多 洗脑鞋又背着包 母子三人踏上了逃亡之路 这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在前方等待他们的 净是死亡 喜庆生清楚的记得 和母亲逃难的那一天 持续了多日的枪炮声 也奇怪的沉寂了下来 他甚至能听到 小鸟清脆的叫声 然而午后 当母子三人走到一个叫 毛线沟的地方时 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走到一个农村的脚填杆上 突然从刚方向的那个山上 朝我们的沉寂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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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 持续墙一响的同时 我听到了我母亲叫的人 啊 我一扭过头一看 我母亲倒在地上 这个时候我就一下 从地上要起来 哭到我母亲身上 这是她某个伤口的 我就把手一拉开 我一看 有一个弹孔 雪在外面 往外面冒 冒炮也在那边 另外这边有一个弹孔 我就抱着我母亲 我就叫妈妈妈妈 我母亲就看着我 眼睛往上面翻 看一下也翻一下 这个时候我站起来 把衣服吃掉 我就往那个阵地上 能够呼 就叫我 不要打不要打 我们是老百姓 逃乱的 激情声 平平地回伍着手中的白诊仪 来回答她的确实一阵 瞧一想 我又哭到地上 我又顾不到母亲了 我又趴到地上 当时那个死亡爬的 出土屋屋的身 只能打起来 那个站起来的土屋 在我头上 身上都有 枪击下了以后 我又跑过去 趴到我母亲身边 用撕下来的衣服 去堵伤口 很茫然无处 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死死地去堵伤口 我就抱着我母亲 躺在地上 这是我母亲 可能没气了 那一瞬间 没有眼泪 我就感觉天本地裂 彻底绝望 每天梦里都梦里 我经常睡到床里 看到母亲死亡的大栋草 终身不能忘记 太刻骨铭心了 我有时候经常想着他 你死前 那个眼睛往上面翻的时候 我看了一部电影 叫寻找大病锐 我第一次看了以后 就是那个医生被打死 他们被强救他的唱片 我看完以后 我就流眼泪 我母亲就像那个样 我当时也是那样无措 后来我就叫我弟弟也去看 我说我母亲死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这样 急着按伤口 想救火 不知道怎么办 那种茫然 那种无措 就是那个样 我边看着边看着 外里抱着母亲 逐渐僵硬变冷的尸体 十五岁的少年喜情声 茫然无措的 看着在一片谎言之上 脑海里一片空白 后来两个房子之间的农民 躲在那里 就给我喊 小子里小子里 快来过来 快爬过来 黑子喊快来 后来这个事儿 我就往前爬 爬的时候我就看到 我弟弟在海角地 我就找回首给他 我就爬爬爬 爬爬爬 爬到二十几米 爬到农民的房子 刚刚我们一起农民的房子 那对方有那机箱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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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房子 爬个门 我就一哈爬进门以后 就躺在那个门口 一个十柱子 我和我弟弟两个 这时候全是努力 就 连躺在地上的你都没有 那个时候 还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有一种 有一种仇恨 有一种仇恨已经开始了 一个多小时后 西家两兄弟在离开了农舍 扑斧着穿过两派交战之间的危险地带 徒步走到那农航 去找附近 一个山岔路港的地方 突然一哈都看见我父亲 我父亲带着他们手下 几个转列的军人 正在离法店里 全部在剃光头 为什么要剃光头 他们也要准备参加战斗 一哈看着我父亲 我就哭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流泪了 我就跟我父亲讲 我妈妈被打死 而且就是被白夫打死 因为江西地点 位于交战双方的 活力控制范围之内 白天无法强远尸体 其心声只能远远望着 普世荒野的母亲 有我母亲穿着白衣服 很远的地方 看着我母亲躺着 而且那个是一个 很暴露的一个山景 山梁上 这个时候我们爬在镇地上看 还看到我母亲的土石 还躺着哪个土石 哪个土石 哪个土石 直到第二天凌晨 其心声才带着父亲 和他的几个战友 接着夜色的掩护 把母亲的尸体排了下来 而这时 因为天气炎热 母亲的尸体已经发长变形 经过简单的处理 很快就被草草埋葬在了 红尾病 用妇炉裹尸体 那枪压着用妇炉来裹 就把尸体用福尔玛林水先洗 洗了以后用白酬裹尸 裹了以后 要刺个妇炉来 把尸体处理好 然后装到一个棺材里面 然后 就买到这里 当时我们来这里 已经卖了几百个尸体了 我就跟我弟弟 我父亲 我们一到晚 父亲的尸体 当时就是一个小土堆 这样买下来的 西青生感到愤怒 而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 杀死母亲的并不是敌人 而是和父亲同属815牌的一个战友 他开枪的理由 竟是因为刚刚分到武器 一时激动 于是选中母子三人作为火把 想连连枪法 而因为不是敌人 他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得知真相 西青生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就想 服从 就想杀死他 母亲的死点燃了15岁少年 心中复仇的怒火 而不久 他就看到了 也是由恨而生 让他终身难忘了一幕 我就亲眼看见 八一五这边 相比有个养父子 笨拙 有黑不蒙着眼睛 压下来 儿子可能比我还大 把布给他们解开以后 就在那里 自己挖坑 挖挖挖挖挖了以后 父亲一哈就感觉不对 就跟对方讲 他说这样 你们想必我 把我儿子留下 他还年轻 就这个时候 其中一个人 砰 就先把他儿子给打死 儿子一打 就栽到了坑里面 这时候我看见 那个父亲的眼睛都定了 眼睛就一哈定了 车过来马上就把 他们的枪打死 然后用那个 将他们的船 把他们摔下 就这么平平地 把他吐回转去 那些人就走了 当时打了以后 我的腿 我两个 乞丐 托得一套 习先生告诉我们说 武斗爆发之后不久 一具具尸体就不断地 从山城的各个地方 运到宏伟兵 因为尸体太多 又是在那样的一个混乱的状态 所以死者几乎都是合葬的 其中最大的一个木 没有三十七个人分三层掩埋 层与层之间用玉制板来分割 仓皇之间呢 也没有什么墓碑 只是在土堆上插上一块 结有死者姓名死狼时间的墓块 后来在武斗天西 死难者所属的单位或者是亲人 才陆续在墓地原址上修剪起了墓碑 习先生说这样的景象 一直持续到1968年末 才逐渐结束 因为这个时候革命又有了新的方向 1968年12月22日 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盗洞兴许 接受品下中拥的在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知识 随即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习一卷全国 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纷纷打起背包 走向了那广阔的天地 而习青生也是这大潮中的一个 那种强大的鱼呢 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不过生活的磨难 但似乎并没有消减他内心的伤痛和仇恨 而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莽撞少年的习青生 心里仍抱有巨大的希望 那就是凶手得到严惩 母亲的死能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但是这些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能够得到 文科结束之后呢 他获知沙姆凶手只是被判了三年徒刑 这时候他彻底愤怒了 三年之后 当他了解到凶手已经出狱 而且在某间医院住院治疗的确切消息之后 习青生毫不犹豫地开始了他复仇的准备 习青生开始了复仇的准备 而为了不连为家人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妻子离婚 我当时就想 想搞掉他 这一切都不想要了 太痛苦了 这种仇恨和痛苦他们无法消遣 干掉他就痛快 哪怕打伤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这种仇恨 机缘在心里太深 将近十年了 哪怕毁掉你原来的 自由的生活 再说不信 我当时有几种想法 有一种想法 就发现对他的不满 就是把他真死以后捆在车上 在大街上拖 满街坑 在最热闹的地方拼命地拖 拖着干上油盖 然后被公安抓住 还在被乱枪打死 就想把这个事情公众于整个社会 这种仇恨 没有了 他们都要问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文化大革命 他打死他母亲 这个人没有被追究 他母亲的问题没有说法 他对社会的一种 报复 1978年5月的一天 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 26岁的习星生 开始了复仇行动 今天他要和自己的杀母仇人 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因为我有一次跑长途到五龙 那个很偏远的一个山区 那老赵边穷啊 在那里 开车是开几十公里 没有人的地方 我这会把这个人 弄上车以后 搞死以后 年车带人 送到那个山以后 然后开进火里 那个下去以后 就是万丈深渊 不留下任何证据 这个人在社会上 就失踪了 中午十一点半 驾驶着急驻车 习星生的弟弟 来到了仇人所在的医院 进去以后 把车挑头 因为我要续续离开了 然后一看没人 我就上楼 这个时候我还是很记得 这个病房 一看 没人了 一看病房没有 我就看几个病房都没有人了 这个时候我就看见 医生的桌上 有一座病例 他上午出院了 仇人离奇消失 万般沮丧的 习星生只能选择离开 而从此 这个人就连呼 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有了下落 对于那次精心准备的 刺杀行动 为什么会失败 习星生一直找不到答案 他怀疑是父亲同志了凶手 让他离开 但父亲已是对此保持沉默 他可能不想 儿子再打上一条命 用另外一种手段来支持 如果他当面支持 他无法自主 他知道这种仇恨才行 他说 现实每一天都在变 但有些东西 却永远也无法改变 现在想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我们至少怀多怀少的参与 甚至是受蒙蔽也好 或者都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 也做了很多 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可恨的 可窝的事 我们也打个走势派啊 也打个老师啊 他们又怎么想 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那场运动 自己在里面 所担当的是个角色 什么角色 应该承担自己的一种责任 每一个人反思 为什么会产生文革 如果你现在在某一天 可能就在街上 突然碰到了这个姓苏的这个人 你会怎么样 我想你一定还能记得他的脸 永远记得 死了都记得 我想我会死尽地抓住他的胸口 不杀他也得打他的眼睛耳光 告诉你 我对你的仇恨永远都死亡 就这样 不一定杀他了 哪怕是个老头 我要打他 这个人都不好 这是对他 你永远不会原谅他吗 原谅不了 无法原谅 重庆的武斗死了一万六啊 你们这么大孩子 比你们还小的孩子 死一万六 拿什么武斗啊 坦克 停射炮 冲锋舟 火焰噴热器 都认为自己终于毛着鞋 也出二的孩子 终于毛着鞋 端着冲锋枪就去武斗去了 重庆本身有军工厂 工人坦克一下生产线 自己开着上街武斗去 搞定死了三千多人 把三十八军的军火库给抢了 福州 造反派弄出两门火箭炮 要给对方控制的街区来上一下子 火箭炮外号叫穷人的原子弹 那玩意在实战当中没什么用 只能吓唬人 要打成事 可一打一个准 半个福州就没了 那解放军的战士 跪着地上给它磕头 你可不能这么干 你打半个福州就没了 造反派振振有词 你的阶级觉悟 你的立场哪去了 你要资产级城市 你还要无产级政权 这城市里没一个资产阶级 这怎么资产级城市 幸亏这帮老帽不会玩火箭炮 这怎么使的 不会玩 那泡道往哪填 按哪能出去 要不然半个福州就没了 我玩了 很 aproveche 这个面团 我再也订阅 所有主持人 很多面团 有些人 屋 只是一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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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